随着美国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 联邦温室气体减排基金 承诺将40%的资金 专门用于帮助能源负担过重的低收入社区 该基金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并促进贫困社区的经济发展 本次有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召开的网络研讨会 邀请了多位专家分析该基金对改善社区的影响 及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美国环保署温室气体减排基金办公室主任 大卫·维达斯基表示 该基金会成立于通胀削减法案框架下 是历史上对气候变迁与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之一 该计划不仅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还希望促进那些长期处于劣势的 低收入社区的经济发展 在会议上 我们所面对的是结构性种族不平等的历史问题 而通过这项项目 基金会希望能填补这数百年来的差距 为那些一直被忽视的社区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援 我们也知道 moving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harms that low-income communities of color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shadows of fossil fuel generation they're more likely to have some of the health impacts related to living around fossil fuel generation and this program is really designed to bring more access to clean energy to those communities and just bring more clean energy on the grid to overall clean up the communities that are experiencing disproportionate impacts related to the energy system and related to the current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在会上 专家们还分享了具体的成功案例 包括非营利组织 Rewiring America 在乔治亚州得所脱振的项目 帮助当地低收入家庭进行电气升级 并减少能源开支 当地居民罗斯琼斯回忆到 该项目让他的电费 从180美元减少到98美元 大大降低了他的生活负担 另外 贝克也指出 该基金会的另一目标 是促进社区在绿色能源转型中的 所有权与就业机会 他强调 这次转型将带来大量的新工作机会 并让长期被边缘化的社区 能够参与这个新的清洁能源市场 凤凰卫视连汉秦洛杉矶报道